西元透視第三節 繼續講香港體育界的不民主 以及官僚架構對個體的壓迫 有沒有出路呢? 出路有的 其實我首先作為一個過來人 我純粹投訴 給一些建議 但你這個立法會議員不理你 不緊要的 在議會內我們知道是哪個立法會議員 立法會議員不向伍居總辭 他們說不參加就不參加 他們都不是民主的 但你又知道一件事 其實當有人出風律師信行李說你毀磅 只要你是無產階級就沒有問題 因為我們沒有說謊 我們可以做自辯 有些人以為總會可以拿政府的公帑去做訴訟 其實是不可能的 因為政府要監管 他變成有一部分是施募 施募的錢是拿來推動籃球 不是給你打官司 所以根本他要 上次我經歷裡面 我知道他們要夾錢 那些委員要夾錢 所以其實如果你是一個無產階級 你去投訴他 他就算真的給你一封律師信 不怕的 不怕的 其實你去投訴去反映這個意見 是不會有什麼大的後果的 只要你明白一件事 我們願意去說出來 就好像這個節目 為什麼我會上來 不是因為我收了他的錢 你又沒有付錢我 我又不認識你 其實我真的不認識你 但我覺得作為一個 我不是虎主 所以我沒有去的虎主大联盟 但我真的覺得香港的體育 是要改革 如果我們在教的小朋友 我們自己做教練 我們沒有方向 我們沒有做人的宗旨 我們在教的學生 他們將來就是教他們 你要見到教練 你不用練球 你只懂得好 這些怎麼可以做教練 其實教練都是一個教育事業 所以我很希望香港的年輕人 他們除了打球 我只懂得自己怎麼打得厲害 他都要做人有原則 我很欣賞一個NBA的球員 他叫Bill Russell 在很多年前 他們是黑人 但他是很關注黑人 被人歧視的東西 不是只顧著打球 這些才叫偉大 即是撐闊一點 和心快了整件事 但這樣講法 你是不是應該 跟虎主大聯盟一起同行呢 對呀 是應該的 但他的名字 其實令到所有 其實應該是關注體育的人士 不能夠參加 因為你沒理由說自己是苦主 那你們趕命吧 應該是考慮過 趕命吧 爭取體育公義大聯盟 我覺得應該是有一些議員 如果真心去為人民的福祉去謀 去做體育的事 有多少人 類似這樣的案子 如果真的 你估計可以走在一起 有多少人 我自己知道有些人 為什麼他不願意說 因為他本身知道 他講了出來 因為他仍然在那個 半… 即是傳了那個 仍然還在脫離婦主 那個 他一出聲 你即刻 那個黑箱 那個黑箱再也即刻切了你 是 那你即死的 那怎麼敢出聲呢 所以這些是要… 那你就出聲了幫忙 我現在不是出聲了幫忙 但真的你能夠做到的 真的要很多人去都明白這件事 我們才做到 民主不可以由一個人去 但我很可惜呢 我不明白為什麼主流傳媒 是很不關心這件事 你覺得原因是什麼呢 原因就是… 會不會有些生意在那裡 其實我覺得未必 因為呢 因為其實做得體育這些 坦白說 我自己讀過碩士 我讀書比較多些 如果你說真的去做 有些人去做跟車 或者送貨 你們要真的去想這些 要啟蒙他們 等於找裝修那些 要教他 教他很多民主之後 那個過程是很遠的 所以要接觸他們 其實 接觸… 不好意思 豁著 所謂好像是 沒有那麼多知識 學會他們 他需要好像 那些炸鐵工人那樣 有人幫他 所以我其實很期望 我們的立法局議員 是做一些好的事 他不要只是去看 你的選票有多少 我相信很多人 是真的 即香港社會 有很多空間 可以給真正外人民的人 去做工作的 因為我覺得這個 已經不是說選票 而是其實是說社會 整個體制裡面的 不民主 和那種壟斷的問題 所以我很希望 立法會議員 能夠看完這節目 自己親自去了解 和認識之後 就真的… 要開個體育界的 即是不可以這樣 老實說 立法會議員 體育界的 當然是霍震廷 以前是朱瑩玲的 不要說朱瑩玲 去到現在 很多年 又是霍震廷 但已經不是朱瑩玲 接下來的日子 都是霍震廷 都是霍震廷 為何呢 大家想想 為何他們做到 直到永遠遠遠 是霍震廷的體育那個 我就是覺得很奇怪 為何呢 沒錯 這就是功能組結的 混蛋 哈哈哈哈 是否霍英東顯靈呢 還有 哈哈哈哈 各位 哪裡都找不到 對 對 那怎麼辦呢 其實看別人的 最簡單 是扯來講 又不是找事來講 而是 經常看到那個 政制的不民主 經常看是不民主 其實整個文化不民主 就是令到有些不公義的事情產生 你就是那幾個人 壟斷了 玩了整個特殊圈 那他拿著裝 說完事 誰出就誰出 誰不出就不出 是吧 快別你弄點水來 是吧 我幫你搞定它 多謝 我幫你FAN 搞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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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整件事 你問年輕人哪有出路 就是我們的教練 還有我覺得 香港的大學應該去搞 搞教練的培訓 就是 只要香港大學 香港的大學 能夠搞教練的培訓 就可以打破 總會那種的控制 但是香港的大學 那些體育系都沒有這些 沒有的 就是沒有叫做一個教練的 香港呢 整個社會的文化 是不尊重體育的 你不同 英美其他地方 就是 它會有一個 一個特定的位置 特定的學位 去給這些人才 還有它有很多的晉升和出路的機會 不是怎樣 大哥 別人的體育搞得不好 是不是 好啊 多謝師傅 其實我希望將來你邀請李麗珊 問一下他這些問題 他曾經說過 說話 香港運動員不是垃圾 當他聽到我們的聲音的時候 是 他會不會去想一下 當他可以做得更多一步呢 我相信由他們 本身其實是體育界人士 他是精英 他是有那個影響力的 但是他們很多時候都不出聲 他不是在這個層面或層次說 他不是在那個民主爭取 或者打破黑雙醉的爭取 你體育界就是一個階級 很分的很清 他是拿監牌什麼 黃金寶 不是 旁邊是 是不是又高一點 是吧 山道士那一批 又刺激一點 但也是有一個 攀龍附奉的機會 在下面那一批 你叫成子幾 紅松任那一批 然後去賣保險 再低一點那一批 就是你今天上來的那些 最大 就是好像那些什麼 市容工商 那種 那種的關係 那種階級裏面 真的 香港搞到這樣 但是大家可以透過我們今天這個節目 有一點點的種子去發放開它 給多些聲音 觀眾給多些聲音 就是支持一下我們 我想多些人會願意 站出來 還有團結是很重要 我覺得那個希望就是在團結那裏 就是剛才阿子健說的 那你是不是要支持一下 苦主大聯盟大家一起集 好像國泰那班人 那班機師 那班工會 你記不記得 那班工會 就是得席了 整件事罷工 就是感動到大家 我覺得那個例子就是 即是有沒有一些集體的行動 令社會真的關注 沒錯 因為我們這些人 老實說 我們不是做阿樂TV 我真的沒有機會 或者想到你們 從這個向道去了解 其實 所以很珍惜今次的機會 謝謝施Sir 謝謝各位朋友收看 寧願看我的節目 都不要看到阿運動會 謝謝